变态绑匪逼着我跟他玩死亡游戏 而我却是通过预知未来能力将他耍得团团转 你 你刚刚不是中毒了吗 怎么还没毒发生亡 呵呵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只是闹肚子而已 上完了厕所不知道有多爽呢 什么 你 你没中毒 就在此时 光头绑匪突然满脸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肚子 强哥 你怎么了 糟 糟了 中毒的是我 解药 快 快给我找解药 解药 解药刚刚不是已经被你给摔碎了吗 反应过来的光头绑匪浑身一颤 这才想起他刚刚一时得意忘形 故意将唯一的那瓶解药给摔碎了 完了完了 我完完了 只见他满脸绝望地嘀咕了两句 随后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而我却是笑着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西北方向十公里处有一家小诊所 你要是能在十分钟内能赶到那里洗胃 或许还能保住性命 光头绑匪眼神一亮 赶忙掏出手机搜索地图 别找了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的 强哥 你别信他的鬼话 他耍你的 这可是你唯一活命的机会 信不信随你 呵呵 真是幼稚 你以为像我们这种刀口舔血的人会怕死吗 既然我们敢干这买卖 就已经做好了丢命的准备 然而他话音刚落 光头劫匪却像疯了似的朝外面跑去 随后上了一辆车 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这一幕直接就把众人给看傻眼了 哈哈 我还以为是什么狠角色呢 原来也不过是个贪身怕死之徒而已 与此同时 一间豪华包间内 汤震宇的父亲汤天宗正满脸焦急地等待着我的消息 他旁边另外两位商界大佬也是满脸愁容地在商议对策 被绑架的那几位富二代便是他们三人的子女 看到汤天宗站在那里发呆 另外两位大佬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我说汤总 我真是服了你了 你该不会还在指望那小子真的可以救出你儿子吧 汤总 你别怪我说话之 那小子估计早就跑路了 不信你打他电话试试 你要是能打得通 我把名字倒过来写 苦先生他说过 一小时之内一定能将我儿子救出来 我相信他 汤天宗嘴上这样说 但是心里也有些没点了 他也还是信不过的 很快 汤天宗便找到我的号码拨打了过去 然而下一秒 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对方已关机的提示音 雷总和刘总见状一声冷笑 我就说了吧 那小子果然失联跑路了 汤总 你被那小子给骗了 我听说你送了一枚钱龙的贴身玉佩给那个小子 价值五个亿 有没有这回事 汤天宗微微一愣 随后脸色一片煞白 不 不可能 苦先生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哈哈 事实摆在眼前 那个辛苦的小子就是个骗子 现在五个亿都到手了 他能不跑路吗 汤总 讲不到你纵横伤记几十年 这次居然被一个黄毛小子给耍了 你可真是糊涂啊 汤天宗顿时浑身一颤 随后一屁股瘫坐在了沙发上 而另一边 那间废弃的厂房内 三个绑匪已经走了两个 我一脸玩味地看向了最后那个女绑匪 怎么样 你想玩什么 反应过来的女绑匪一声冷哼 男人真是没一个靠得住 全是废物 还得老娘来出吗 看到只剩下一个女绑匪了 汤震宇一脸不屑地黑黑一笑 胡大哥 就剩这最后一个小娘们了 您还跟他啰嗦什么 让我来好好教训他一顿吧 说完他一脸坏笑地朝女绑匪走去 突然只听见羞的一声 下一秒 一把飞刀擦着汤震宇的头皮一闪而过 看着自己那一撮被削落的头发 汤震宇顿时吓得满脸苍白 一脸惊恐地看向了那个女绑匪 不远处的女绑匪冷冷地盯着汤震宇 随后又缓缓地掏出了一把飞刀 你要是再敢嗶嗶 下一次就不是掉几根头发这么简单了 汤震宇听完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吓得半个字也不敢再多说了 而我却是淡淡一笑 说吧 这最后一局你要怎么玩 我奉陪到底 女绑匪冷冷地看向了我 眼中闪过一道杀机 这一局很简单 如果你能躲开我这把飞刀 那就算你赢 你要是躲不开 那你就得死 我听完微微一愣 这一幕怎么这么的熟悉 想起来了 曾经我也是这样躲开过乌鸦的钢笔 乌鸦的钢笔快如闪电 而女绑匪的飞刀却是要略训一筹 速度上慢了不少 旁边的汤震宇听到这话却是瞬间就怒了 他可是刚刚见识过女绑匪的飞刀 速度之快 别说是躲开了 就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 你还要不要脸啊你 想要我苦大哥的命就直接说 还躲飞刀 你怎么不说躲死蛋 躲炮蛋 闭嘴 你这么关心他是吧 那就你来替他躲 说着女绑匪将飞刀对准了汤震宇 这把汤震宇吓得赶紧捂住了嘴巴 而我却是摇了摇头 女绑匪见状一脸比一的笑了笑 怎么 害怕了 我还以为你多有种呢 原来也不过是一个怂包 这样吧 你打断自己的两条腿 我就当你认输了 不好意思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只是这样躲开你的飞刀 那太简单了 一点也不好玩 不如我蒙着眼睛来接你的飞刀吧 这样才刺激啊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全都呆之住了 你说什么 你有种再说一遍 我说 我想蒙着眼睛来接你的飞刀 这样才叫刺激 随着我话音落下 女绑匪突然一阵哈哈大笑起来 旁边的汤震宇更是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苦大哥 您 您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您放心 我爸爸一定能想办法救我们出去的 我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谁告诉你我想不开了 我是说真的 这位小姐的飞刀确实有点太慢了 只有蒙上眼睛 我才能感受得到一次刺激 够了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我现在就成全你 此时的女绑匪已经被气得满脸战红 作为一个一流的飞刀高手 我的这番话让她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没一会 我的头上便戴上了一只眼罩 而女绑匪正站在不远处手里握着一把飞刀死死地盯着我 心中暗道势必要将我一击必杀 一起刚刚我对她的羞辱 汤震宇几人看着这一幕 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小子 准备好受死了吗 我没有说话 而是开启了预知未来能力 下一秒 女绑匪的出手时机以及飞刀的飞行轨迹 全都涌入了我的脑海中 我不需要用眼睛看 只要在特定的时间做出相应的动作就行 别废话 赶紧开始 我赶时间 女绑匪怒急而笑 好好好 那你就去给我死吧 下一秒 她猛地一甩手 手中的飞刀以迅雷不及眼而知识朝我脑袋飞了过来 就在飞刀即将击中我的时候 我瞬间出手 一把紧紧地抓住了飞刀的刀柄 没错 我直接空手就接住了这把飞刀 在场所有人顿时目瞪口呆 汤震宇更是惊得下巴都差点掉了下来 接 接住了 苦 苦大哥真的接住了 不 不可能 这 这怎么可能 女绑匪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眼珠子都差点瞪了出来 而我却是淡淡一笑 太慢了 你 你给我去死 恼羞成怒的女绑匪居然又一次朝我扔出一把飞刀 这一次 我却是直接用嘴将急尺而来的飞刀给接住了 汤震宇激动地差点跳了起来 苦大哥 你牛 你太牛了 偶像啊 以后您就是我的偶像了 我吐掉嘴里的飞刀 一脸挑衅地看向了女绑匪 还是太慢了 女绑匪一脸呆滞地往后退了两步 随后跟个疯婆子似的一声怒吼 紧接着她再一次用尽全力甩出了第三把飞刀 然而这一次 我却是来了的道理 竟然用双脚将飞刀给牢牢地夹住了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久久没有说话 现场一片鸭雀无声 羞辱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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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绑匪仗红着脸指着我 血压蹭地一下直冲脑门 浑身更是气得剧烈地颤抖起来 下一秒 她只感觉眼前一黑 一头就栽宝在了地上 这一幕把我都给整弄圈了 振宇 去看看她怎么了 反应过来的汤振宇赶紧走过去查看了一番 苦大哥 他好像被气晕了过去 而另一边 豪华包厢内 雷总和刘总正在不停地怂恿汤天宗报警 汤总 你就别犹豫了 我们已经报警了 你也赶紧报警吧 就是 那小子骗了你价值五个亿的玉佩 难道你就这样算了吗 而且你儿子也还在那些绑匪的手里呢 此刻的汤天宗却是满脸犹豫不决 爸爸 我回来了 就在此时 一声熟悉的呼喊声从不远处传来 汤天宗猛地抬眼看去 只见我一脸微笑地带着他的儿子汤振宇走了进来 汤叔叔 性不如使命 刚好一个小时 我将振宇就回来了